新冠肺炎本土疫情严峻 全国防疫提升到三级警戒 但同时也严重冲击民生竞技 立法院院会31号讨论处理纾困特别条例 民进党团主张纾困经费上限 从6300亿元提高到8400亿元 呼吁朝野党团苦民所苦共同支持 现在应该是救人最重要 人命关天 至于多少的纾困预算 大家可以讨论 而且目前紧急的状况 在野党只要在政府和人民需要的状况底下 我们当然也会在尽我们监督的本分之下 去让人民能够得到纾困 但是绝对不是空白授权 国民党团有疑虑 不过经过朝野协商后 纾困特别条例三读通过 预算上限提高到8400亿元 纾困期间则延长到明年6月30号 决议 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 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第11条 及第19条条文 修正通过 行政院发言人罗炳成强调 行政院6月3号会提出特别预算案 送请立法院审议 并完整对外宣布各种纾困方案的具体内容 为了尽快协助需要的产业及民众 针对原本的纾困措施 凡是符合资格且是既有账户者 6月4号开始统一发放或受理 而这次新增的孩童家庭防疫补贴 则预计在6月15号启动发放 此外 除了纾困特别条例三读 立法院也通过国民党团提出的附带决议 这次新追加的特别预算 各地方政府的分配比例 从原本6%提升到10% 协助地方加强防疫及纾困 另外也通过 入境领导民众全面快筛 国民党团提出 马祖澎湖领导地区 开始出现新冠肺炎确诊案例 引发离岛居民恐慌 但离岛医疗资源相对不足 负压隔离病房稀少 指挥中心应该针对通往离岛的 本岛机场港口设置快筛站 并在一周内设置完成 针对进入离岛民众进行全面筛检 国民党金门立委陈玉珍指出 马祖澎湖接连传出确诊个案 他在上午的朝野协商中再度要求 除了松山机场外 也应该在其他非离岛的国立机场及港口 一并设置快筛站并全面筛检 才能全面将病毒隔绝在离岛境外 继续沟通协调后 最终各党团也表示同意 郑中心台北报道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